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阿里巴巴 有没有听过阿里巴巴和四十大道的故事呢 故事是这样的 从前有两个兄弟 一个叫做卡西姆 一个叫做阿里巴巴 他们长大之后 卡西姆娶了一个富有的女人 而阿里巴巴却娶了一个 比较贫穷的太太 阿里巴巴每天都带着她的三头小驴子出去砍树 要带回家当柴火的 然后有一些呢 她会把这些木头带到街上去卖 这就是阿里巴巴谋生的方式 但是这样并没有办法赚取许多的钱的 有一天阿里巴巴在树林里工作的时候 看到远远的地方 开始有一大片的尘土 随着她的注视 她越来越靠近 越来越靠近 她心心想 哦 这是起码的人哦 然后 季兵映入她的眼帘 嗯 她一点也不喜欢她们的模样 于是 她对着她的驴子 轻轻的说 我不想让这些人看到我们 他们可能会拿走我的木头 你现在赶快离开 让他们找不到你 然后 我会爬上这棵树 他们走的时候 然后 我会呼叫你回来的驴子乖哦 我走咯 于是 她爬上树上 然后 那些人过来了 突然之间 在最前面的第一个人说 住手 那个地方就在那边 阿里巴巴尽可能的保持安静 因为 她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她当然 也不想让这些人知道 她在那里啊 她就看到了 所有的人 都从马上跳下来了 阿里巴巴 看到每一匹马的背上 都背的一个大袋子哦 这些男人们开始喂马 然后 把这些马带 从马背上拿了下来 放到自己的背上 阿里巴巴 认为这些马带 看起来很重哦 里面不知道是什么 当这些马匹吃完食物之后 他们就被带走了 这些男人们 走到靠近阿里巴巴 树前面的一块大石头前面 好紧张哦 天啊 阿里巴巴 窝着她的嘴巴 慢慢的数着 站在附近的人 一共有40个哦 于是站在这棵巨大的石头前面 其中一个首领喊道 芝麻开门 阿里巴巴看到岩石里 有一扇门打开了耶 那个人就走了进去 其他的人也纷纷地跟着他进去 然后门又关起来了 阿里巴巴说 哦 我希望我现在就能下来跑回家耶 但是他们很快就会出来了 所以呢 他还是住在树上 他不敢动 他不知道为什么 他以前从没有看过岩石中间的门呢 是谁打开的呀 那是一个洞穴的路口吗 那些人为什么要把这些麻袋放进去呢 他们是这么大的一个麻袋呀 他好好奇哦 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还是钱啊 这些男人是强盗吗 这样的话 我往下爬的话 我就很危险了 他等了一会儿 这些男人们终于跑出来了 他们身上都没有任何麻袋咯 那于是 那个 站在最前面的那个头头又说着 芝麻关门 哦 岩石中的门就关起来了耶 然后 他们很迅速地走到他们的马上 跳到马背上 于是 他们就离开了 阿里巴巴等这些 人都走了之后呢 他用最快的速度从树上爬下来 他也一样画葫芦的走到岩石前面 喊着芝麻开门 就像那个人一样 就像那个人一样 门内刻打开了耶 阿里巴巴看着眼前有一个山洞 里面不仅有强盗留下来的麻袋 还有好多好多的金银珠宝和丝绸 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如果这些人回来找到他 他们会杀了他了 所以呢 阿里巴巴就赶快进去看看市周围哦 他真的发现 这些男人们留下的麻袋里面 全部都是钱耶 于是呢 他很快的把最大的一袋钱 拉到了门口 当他进去的时候 他已经在他身后关上了 所以呢 他赶快喊芝麻开门 门又打开了哦 让他出去 于是 他出去之后 他又再说 芝麻关门 哦 门就关闭了耶 他很快的呼叫他三头驴子回来 咻咻咻 他把麻袋呢 放在他们的背上 上面放一些木头 装饰着 假装 假装掩饰着这些麻袋 他想说 这样就没有人知道麻袋在那里了 然后 他就假装没事的回家了哦 阿里巴巴回到家里之后 他一五一十的告诉妻子 刚刚所发生的事情 他的妻子看到麻袋里的钱 有这么多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阿里巴巴告诉他 他是在哪里发现的 并且叮咛他的妻子 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哦 他的妻子问他说 那你要把他们放在哪里呢 阿里巴巴回答 我会挖一个坑洞 然后把它放在那里 但是他的妻子因为 没有看过这么多的钱 他就跟他说 但是 首先可以让我看看到底有多少吗 于是他把他的手放进了麻袋里面 他拿起了一把硬币 开始一个一个的数 阿里巴巴说 停下来 这样花费太长时间了 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数不完的 于是他的妻子跟阿里巴巴说 那你现在先挖坑好了 我想去卡西姆的家里面 问他可不可以借我们一个大箱子 把这些钱放进去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到底拥有多少钱了 阿里巴巴离开的时候 不要告诉他们哦 为什么你需要他 卡西姆不在家 他在店里面 他到他 但阿里巴巴的妻子到他的家里的时候 只有卡西姆的太太在家里面 于是卡西姆的太太问他说 你要合去干什么呀 阿里巴巴的妻子回答说 我想放一些面粉进去 你能不能也可以借我一个杯子啊 我想看看我们有多少面粉 当卡西姆的太太去拿杯子的时候 他心里想 嗯 阿里巴巴的太太 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面粉 他们赚的钱都很少 我一定要查清楚他要做什么 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他在杯子底部看不到的地方 放了一些涂一些蜡 他利用那些蜡油想连住 他想放什么呢 阿里巴巴的妻子拿着盒子带着杯子 他呢就赶快赶回家了 他说我想要看看装满这个杯子 需要多少钱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有多少杯子可以装满盒子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我们到底拥有多少钱了 他把杯子递给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开始数着金币 他把杯子倒满 然后把硬币倒进盒子里 然后又把杯子倒满 又把它倒进盒子里面 他们发现了40杯的钱 可以装满一个盒子里 他们可以从一个袋子里面 装满了这个盒子里面三次 但是他们有三个麻袋呀 哇多么多么多的钱呀 还有好多好多的黄金哦 他们好高兴好高兴哦 阿里巴巴的妻子说 我们现在要赶快把这些杯子拿回去 当阿里巴巴的妻子把杯子还回去的时候 他并不知道杯子底部的蜡上黏了一枚金币 卡西姆的妻子很快就找到了 等待他的丈夫回到店里的时候 从店里回家的时候 他问他说 你有赚到钱吗 卡西姆说不 我今天没有卖多少 他的妻子说 阿里巴巴有一些耶 卡西姆很惊讶地看着他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问你在说什么太太 你知道阿里巴巴明明没有钱啊 他的妻子一看他 他的脸就笑了起来 哈哈 他比你拥有的更多 他说着 还有这么多的金子耶 他把它放在一个大盒子里 他有这么多这么多的金币 他都数不清了 然后他就告诉卡西姆 他是怎么发现的 卡西姆一点也不高兴 于是气冲冲的跑到阿里巴巴家中 问他从哪里弄到这么多的金子呢 阿里巴巴看到卡西姆过来 就问卡西姆说 你怎么知道我有钱 阿里巴巴问 当卡西姆告诉他 他的妻子是如何发现他的金币的时候 阿里巴巴只好说 好吧我会告诉你的 但是卡西姆非常的贪婪 非常的贪心 他不想比阿里巴巴 少钱 他想要比阿里巴巴有 擁有更多更多的金钱 于是他说 你一定要带我去所有的金币 所在的地方 不然我就去报警 告诉警方你是强盗 阿里巴巴不想他的哥哥去报警 所以他跟他说 我会告诉你如何找到通往山洞的路 于是他把哥哥带到了外面 指了指走哪一条路 并且告诉卡西姆 那个洞穴的距离很远 而且他是在砍柴的时候发现的 最后呢 他又把魔法门的故事造数了卡西姆 他说阿里巴巴跟他说 当你到达那个地方的时候 你会看到附近有一棵树 和一块大石头 然后你就对着那一门说 芝麻开门 那一扇门就会打开 当你要出来的时候 你要记得说 芝麻关门 这就是你要做的事情 不要忘记哦 第二天 太阳刚一升起 卡西姆就迫不及待的 骑的马出发了 他又带了八匹马 他想把山洞里所有的钱都带离开 他很快的就在岩石中找到了正确的位置 还有看到那一扇门 他想到阿里巴巴跟他说的 他想到阿里巴巴跟他说的 于是他叫了一声 芝麻开门 门 门就打开了 于是卡西姆走进了山洞 门在他身后就关上了 他环顾了四周 看到了所有装满了黄金和珠宝的袋子 他突然想我应该要拿哪些呢 但是因为他很贪心 他把最大的那些麻袋都拉到了门口 他说我不能再忍受在这里的时间了 我要赶快离开 而且呢我有八匹马 我现在要赶快离开了 于是呢 他装了很 他开始拿了很多麻袋里面东西 一直看一直看 看了里面的所有的精明宅宝 他忘记一件事情了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忘记如何打开这扇门 他知道这个密码呢 是某种种子的名字 于是他说麦子开门 哦不是 芝麻开门 可是门一直关着 然后他说玉米开门 怎么都不对啊 他又说燕麦开门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耶 他试了又试 试了又试 但是他就想不出来 一个合适的 语的神奇咒语 卡西姆待在山洞里有一段时间了 他试了很多的通关密 可是都没有把门打开 他知道那些强盗一定是非常残忍的人 他突然希望自己不要这么的贪心 他继续试图想要离开 但是他试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最后他放弃了 他在恐惧中等待他的生命 枪飞来的时候 他还在山洞里放更多的马带 当他们冲到门口的时候 他们看到附近有卡西姆的马 他们互相说 一定是有人知道怎么进去我们的山洞的 我们不能让他嫖走 然后站在最前头的那个 强匪头目就说 芝麻开门 门一开 卡西姆就急着跑出去 可是强盗们早就拔出箭来攻击他 然后呢 他就把他留在山洞里 以为他已经死掉 那天晚上 卡西姆的妻子去找阿里巴巴说 阿里巴巴 卡西姆到现在还没有回家 请帮我找到他 所以呢 阿里巴巴告诉了卡西姆的太太 他可能去了山洞 于是 他赶快跑去山洞 他在那里发现了他的兄弟 他几乎快要死掉了 他把他放在驴子的背上 然后准备把他带回家 阿里巴巴对卡西姆的太太说 我们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卡西姆已经回来了 我们把他从山洞带走了 而且他受伤了 我们必须告诉大家 卡西姆最近生病了 他的身体不好 于是呢 我和我的妻子 会到你的家里 帮忙照顾他 而且他现在目前 受伤的非常的严重 我们必须求助其他人来帮忙他 为卡西姆妻子工作的女孩 摩尔吉亚娜说 欸 我认识了一个聪明的老鞋匠 他很有智慧 他也许可以帮助卡西姆 不过我需要带一些钱来付给他 当作医药费 于是阿里巴巴给了他一些钱 让他支付给那位老鞋匠 那天一大早 太阳在升起之前呢 当街上都没有人出来的时候 莫吉安娜就赶忙的 跑去了老人的商店 但是 门是关上的 没有人在眼前 他于是他大力的敲门 然后等待 但是还是没有人回应 莫吉安娜越来越担心 这位老先生可能会在哪里呢 最后 他终于听到了脚步声 这位鞋匠打开了门 看到他 他很惊讶的问他 这么早 你想要做什么呢 莫吉安娜说 请你来我们家好吗 我的家人病得很严重 如果你可以帮助我们 我就把这笔钱给你 老人问他说 你的房子在哪里 莫吉安娜回答 我不能告诉你 所以你不能看到他在哪里 在我带你去那里之前 请闭上你的眼睛 请你一直闭着你的眼睛 他带他到卡西姆的家里 然后到了卡西姆的卧室 最后他说 老先生 你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 你看看 你可以不可以做些什么 来救这个男人的生命 这个有智慧的老人 他看着卡西姆 他边摇头说 这个男人病得非常的厉害 但是我会尽力的 这个老人一边包扎卡西姆的伤口 一边特制了一杯药水 砍了好几个小时 但是那个缠冷的强盗 把他 把他砍得太严重了 已经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卡西姆变得更好 最后这位老人说 我实在是办不了这个男人了 然后帽吉安娜对他说 谢谢你做的一切 现在我会带你回到你的店里 但是请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你来过这里 现在请你再次闭上的眼睛 直到我请你张开眼睛 于是这位老人闭上了眼睛 摩吉安娜带着他回到他自己的鞋店里 两天之后 卡西姆还是因为受伤太严重而去世了 摩吉安娜跑到街上说 我的主人死掉了 我的主人过世了 父女们从他们的房子里面出来 看看是谁在呼喊 他们还看到卡西姆的妻子在卧室的床户 一边哭泣着 第二天 卡西姆的尸体被带到城外去埋葬了 埋葬卡西姆之后 阿里巴巴和他的妻子也去了卡西姆的妻子家住 阿里巴巴的儿子呢 在卡西姆的店里打工 过了三四天以后 这些强盗又回到了山洞 当他们打开岩石中的门时 他们发现卡西姆竟然不见了 他们说 嗯 一定是有人把他带走 我们必须去找出他是谁 因为无论是谁把他带走 他一定知道我们的洞穴 其中一名男子说 他自愿去找 第二天早上 他来到了老人开店的那条街上 他看到老人正坐在门口上 手里拿了一只鞋子 强盗问他说 很多人来找你帮忙休闲吗 老人说 是的 他们也有为了其他事情而来的 就在前几天 我被要求去救一个被刺伤 几乎要死的人的生命 但为时依万 我已经无人为力救他了 咖啡跟他说 请带我去你去的房子 我会把这袋金子 黄金送给你 老人回答 可是我不知道房子在哪里 因为带我过去的女孩 请我必须保持我的眼睛一直闭着 于是强盗问他说 那你闭的眼睛看看可不可以找到 你必须知道你是向右还是向左 是小路还是远路 来吧 把手给我 请你闭上眼睛 于是他们手牵着手走得很慢 老人不时的停下来 但是每次强盗都会吹出他 想快一点 最后他们真的找到了卡西姆的家了 老人停在门前说 嗯 我觉得这里就是对的地方 于是强盗在这个门上 做了一个白色的十字 他在做记号耶 然后呢 他就带着老人回到他的商店 并且给了他承诺要给他那一袋金子 然后就走了 摩吉安娜出去购物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门上的白色十字架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他看到门上的十字架 他心里想着 会是谁做的呢 会不会是孩子们 可是我现在不这么认为 我不喜欢这样 为什么只有在我们家画 而没有在其他人家的门上画呢 所以 他 就在其他房子的门上 也多画了一些白色的十字架 然后他就去买东西了 这时候 强盗已经回到山洞里了 他对了其他人说 哈哈哈哈 我已经找到那个人住的房子了 跟我来 我带你们过去 当时 当时呢 他们到达那里的时候 他发现了 哇 怎么 所有的房子的门上 都有一个白色的十字架 他已经无法分辨哪一个是正确的 他们只能再一次的回到山洞 告诉他们的强盗首领 然后 另外一个人说 嗯 让我试试看吧 于是第二天 老人又跟他去了 就像他跟第一个强盗一样 要闭着眼睛 然后去找那个卡西姆的家 于是 当他们找到房子的时候 强盗在门上画了一个红色的十字 他说 现在其他人都有一个白色的十字架 这将是唯一有红色十字架 的门的家里 莫迦安娜看到红十字的时候 他呢 又赶快在其他的房子的门上 画了一些红色的十字架 就像他之前做的摆设十字架一样 这个莫迦安娜真的很聪明哦 所以呢 当强盗再次来的时候 他们仍然无法分辨哪一个房子是正确的 因为几乎所有的房子的门上 都有一个红色十字架 强盗首领说 这样不行 他已经非常生气了 我必须自己去找那个卡西姆的家 于是呢 他又去找那个大家进屋的老人 就像他对另外两个人所做的那样 首领没有在上面画十字架 他是很仔细的看清楚了卡西姆的那个家的样子 看得非常的清楚之后 他就离开了 首领回到山洞之后呢 他又对其他的强盗说 我必须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 现在我已经知道了 那个阿里巴巴住在哪里了 我们要确保他再也不会来我们的山洞里 于是第二天 他说 他跟他的 其他的那个 强盗说 你们必须去买一些大罐子 用来装油的那些 但是 我只想要一桶来装油 其他的都不要装 有一名强盗问 请问你为什么要空罐子 因为 当你把他们放在马背上的时候 之后呢 我会请你们躲在罐子里 然后我会把马带到阿里巴巴家 我会告诉他 我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了 我会请求他 让我晚上在他们家 休息睡觉 走里 这个强盗的首领笑着说 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 于是那些其他强盗问首领说 那我们呢 你们必须在罐子里面休息 你要躲在里面 他们很大 而且里面有足够的空间 给你躲藏 到时候 我会通知你们 该怎么做 事情就如同 强盗首领所希望的那样进行 阿里巴巴呢 因为他 觉得他长途跋涉 很辛苦 所以也欢迎他到他的家里 并且同意他可以留下来过夜 就像他为任何一个从远方旅行的人 所做的那样 阿里巴巴帮他从 把那些油罐子从马背上拿下来 然后他说 现在进来好好地吃饭吧 他就把强盗的首领带了进去 这位强盗吃饱喝足之后说 我现在必须去给我的马匹喝水 他们也带我的油罐走了很长的一段路 当他在马厩里的时候 他去跟罐子里面的人说话 他小心翼翼地说话 而且非常的小声 他担心万一阿里巴巴的 任何的仆人在附近会听到 他就说 当我像鸟儿一样地从我的窗户打电 在呼叫你的时候 你们必须从你的罐子里面出来 我会告诉你们该怎么做 然后他就回到屋里面 兴高采烈地戳着手 他今晚将看到阿里巴巴 他呢就会把它处理掉 他的盗贼的洞穴的秘密 将是永远安全 当莫吉安娜在夜晚里想要去天补柴火的时候 他的灯熄灭了 他没有办法看到他自己在做什么 于是他低估着说 我必须在早上的时候去买一些油 但是今天晚上我想要从这些罐子里 其中一个取一点油来用 于是他走到第一个大桶子里面的时候 里面的人以为他是强盗的头目 他就问说 老大是时候了吗 这让他跳了起来 但是他很快的低声回答 嗯 不是现在 很快 他又走到下一个罐子旁边 每次里面的人都会说 是时候了吗 老大 莫吉安娜回答说 不是现在 但是很快 莫吉安娜非常的聪明 他绕着所有的罐子转了一圈 想到了一个可以摆脱抢到的计划 他走到最后一个罐子里面 发现里面有油 他在灯里面放了一些 然后他就把他最大的那个茶壶里面 装满了油哦 并且放在炉石上把他加热 当他沸腾的时候 他就在每个罐子里面倒了一些 这就是强盗的末日了 当强盗的首领在深夜里下来的时候 他发现 他所有的所下全部都死了 他突然觉得 这个阿里巴巴非常的厉害 于是他跳上马 飞快的骑马离开 第二天早上 莫吉安娜告诉阿里巴巴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以及门上的十字架 阿里巴巴非常的感谢他 并且说他永远不会忘记 那个 他所做的一切 然后他让一些人呢 在树林里面挖一个大洞 那天晚上他把死去的强盗 全部都放进去了 莫吉安娜仍然担心 强盗确实不能再伤害任何人了 但是他的首领呢 他跑了 强匪首领就在不远的地方 但是现在只有他一个人 于是他说我要买一个商店 我要把洞穴里面的 丝绸和金银珠宝放在里面 如果我卖掉他们 我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 他这样做了之后 每个人都说 这个商店是多么好的一间商店啊 什么都有耶 一天阿里巴巴的儿子遇到了强盗首领 他们的商店靠得很近 他让强盗跟他一起回家吃饭 阿里巴巴已经不记得了这个强盗的首领长什么样子 但是莫吉安娜看到他的时候 哇 心里想 那个人以前来过 他是想干坏事吧 我必须阻止他 于是他对阿里巴巴说 等吃完晚饭 我进来给你跳舞好吗 阿里巴巴说可以 吃完饭之后 莫吉安娜就走进房间了 开始优雅的站在前面跳舞 强盗首领就盯着他看 当他跳完舞之后 莫吉安娜在房间里转了一圈 拿了一个杯子 让他们在里面放钱 阿里巴巴给了他一些 他的儿子也给了他一些 然后他来到强盗首领的面前 当他往杯子里放钱的时候 他看他的衣服里面藏了一把刀 于是莫吉安娜现在非常的确定 这就是强盗的首领 除非他迅速的采取活动 否则他们都会被他杀死的 莫吉安娜必须先动手 于是当强盗首领还没有来得及阻止 莫吉安娜 莫吉安娜就抢过刀 用刀杀了那个强盗首领 阿里巴巴叫着说 嘿你做了什么啊 他跳了起来 莫吉安娜回答 如果我没有这样做 他会杀了你 他就是之前带的油罐子来这里的强盗首领啊 阿里巴巴看着强盗首领 他觉得莫吉安娜是对的 他说你是个好女孩 我很喜欢你 如果你能嫁给我的儿子 我会很高兴的 于是莫吉安娜和阿里巴巴的儿子结婚了 当他们需要钱的时候 他们就会去那个神奇的山洞里面 拿取一些需要的金钱 但是呢 他们会把大部分的金银财宝 发送给穷人们 于是每件事情都圆满的落幕了 每一个人都过上好的生活 开开心心的 除了那些强盗以外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咯 你喜欢今天的故事吗 这就是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故事咯 下次见 拜拜